大家好,我今年17岁,我来自香港。 批评中国前置,网络言论自由。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专题节目《网络博弈》。 我是主持人小安。 这场运动是海外人士发起的,呼吁中国去除网络防火墙,开放网络自由的运动。 而小维尼熊这个卡通形象,因为网络舆论里有人将它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做类比。 近年来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封杀。 这位身着小维尼熊服装的香港少年,网络名是易岁军,是美国X网站和油管网易岁品编年史账号的创办人。 这位香港少年表示,因为参与网络上的乳包活动,即恶搞习近平的网络活动被香港国安调查,他的言论自由被侵犯。 具体是怎么回事? 今天的网络不易节目,首先请听我们对现在美国洛杉矶的易岁军的采访。 我们就叫您易岁军或者是易同学,对吧? 好,可以。 那易同学,您好。 你好。 那您今年是17岁,是吧? 是的。 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 是的,我是香港的名校英皇书院的学生,公立的中学。 那你在这个油管网视频中说,自己是因为在网上发布讽刺,嘲讽,恶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图片啊,文字啊,被香港的警方调查。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网上发布讽刺习近平的图片文字的呢? 呃,其实我主要做的是视频。 我呢,是14岁的时候呢,那时候就香港刚刚通过了国安法。 我个人来说对于这个转变呢,是非常难以接受。 而且呢,大概在国安法通过前几个月,我在网上就看到乳透社恶搞习近平的影片。 你14岁,14岁的时候是,具体是哪一年呢? 2020年。 哦,就是2020年的夏天的时候,北京的权力机构,他们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是吧? 那之后你就开始在网络上发布一些恶搞习近平的一些视频。 具体是在哪一个平台呢? 哦,你刚才提到了是乳透社,这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账号。 不是一个真正的新闻通讯社。 哦,是的,是一个恶搞习近平的网络组织。 哦,是一个组织,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 对,对,对。 你是怎么样跟他们联系上,在哪一个平台来做这些事情的呢? 呃,他们有他们的电邮,有他们的telegram, 然后我主要是通过telegram,还有电邮来跟他们取得联系。 然后偶尔我们也会到大家彼此的频道互相留言。 这个telegram就是海外的一个通讯软件是电报。 是你自己亲自制作这个视频吗? 对,是的,是的。 因为他乳透社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把习近平说话的那些素材全部已经剪好了, 就每一个字基本上都有一个发音就剪下来, 然后放在网上,让所有人的人去下载,然后去创作这些恶搞习近平唱歌的影片。 所以呢,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这些的声音呢,导入一个软件, 然后就先把旋律给写出来,然后再填上那个字的拼音, 来以此达到习近平唱歌的这个效果。 不过那是比较古老的做法。 现在这一两年来呢,已经有AI,而且因为AI的效率其实是比人手快很多的。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通过这样的以习近平为主题的这种恶搞视频, 你是想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因为那个时候就香港就不是非常严格, 你就不能就直接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也不能直接说香港独立,台湾独立,或者打倒共产党这些东西。 那我就想,那我能不能用一个不那么激进, 就不会给人一种暴力的感觉的方法, 但是又能同时去表达出对中共政权的不满, 也能让大家意识到中共这个政权是多么的可笑。 你做这些事情,14岁2020年的时候, 那就是香港的警方正在打压, 从2019年开始的反送中运动的时候是吧? 这是大背景。 对。 那你做了多少这样的视频呢? 或者是做了多久啊? 在哪些频道上传播呢? 主要是在油管, 然后我到了2021年1月的时候, 那我就因为受到了一些恐吓, 我就觉得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所以就暂停了一段时间。 但是呢, 同年在2021年末呢, 我又重新开了第二个频道, 而这个第二个频道呢, 现在还在, 就做了几个就批评中共恶搞习近平的这些视频。 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我就举个例子, 我就把一些流行歌曲就改词, 然后改成一些讽刺中共还有习近平本人的词, 然后再让习近平的声音来把这些歌词给唱出来, 又或者我是把那些小粉红在网上就露脸, 就骂批评中共的人或者台湾人的这些视频, 这些极端民族主义的发言, 我就把它用AI换脸成了习近平。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专题节目《网络博弈》, 我是主持人小安, 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大家制作这个节目。 最近, 一位网络名为易岁金的香港少年, 接受了海外社媒知名博主 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工资神等人的采访, 在网友中引起一定反响, 有上千名网友在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油管频道上留言, 一些人夸赞易岁金小小年纪, 十分勇敢, 据易岁金自己介绍, 他15岁时, 因网络言论被香港警方调查, 未成年的他被迫于2022年8月离开香港来到美国。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易岁金讲述来龙去脉。 那你当时才是一个初中生吧? 对, 初中生, 我被抓的那天是2022年的2月10号, 就那天就是刚好学校的那个农历新年的那个假期的最后一天, 他们就来查我水表, 就那个时候我就15岁。 他们你是具体是指香港警方吗? 对, 是的, 香港警察国安处。 他们是怎么样发现你的呢? 你知道吗? 具体他们没有告诉我, 但是从他们透露的信息, 问的问题, 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是监视了我很久了已经, 所以他们是有问过我的那些观众群组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代表说他们是不只是在油管上看到我, 他们是有尝试过去前路我跟观众进行讨论的群组, 来打听我的一些个人背景啊, 或者大概具体位置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网络群组上是吧? 是的。 是2022年的时候香港警方是, 你说你被抓, 是被抓到警察局吗? 是的, 我被从家里带到香港在警署。 那你是就是正式被捕吗? 还只是传讯呢? 他当天拿的是西九龙裁判法院的裁判官签发的搜查令, 来我家是进行这个搜证并且问话的工作, 因此呢, 他们不只是把我带到警察局, 并且是把我的那个电脑啊, 手机啊都没收, 然后让我解锁, 然后让他们随意浏览里面的所有内容。 当天我就把所有东西交代的差不多, 把所有的密码告诉了他们以后, 他们就让我签字承认自己做了什么。 那是具体你是说, 他们让你签字承认做什么呢? 就发布了什么的言论, 就在我的那些言论的截图旁边呢, 要签字, 是我自己频道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 就例如说, 我对乳透社的认识啊, 我有没有给乳透社投过稿, 我有没有上过乳透社的每年一度的那个乳包拜年纪的那个活动。 那你那个时候在油管上的频道的名字是什么呢? 也是化名, 我第一个频道呢叫IT仔, 第二个频道呢叫乳一郎, IT仔的频道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是乳一郎的频道呢停止了更新, 但是还在。 就是香港警方就是问你这两个频道的问题, 事情? 对, 还有乳透社的事情。 那你这两个频道就是主要是发布你刚才说的, 你制作的一些讽刺啊, 嘲讽啊, 中国政府或者是习近平有关的视频是吧? 对的。 你刚才举的例子呢, 还没有特别具体, 能不能就是举一个有内容的。 我是在一首歌里呢, 我会把中国政府的一些失败的政策, 例如说那个房地产的暴雷, 那个共同富裕, 把一些比较相似有类似性的东西呢, 就放进每一行的歌词里面, 只是一个话题呢, 是很难就完全地把整首歌曲做出来, 那一首歌曲呢, 通常会有不同的角度去探索不同的问题, 然后再配上一些新闻的画面, 这样子。 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兼执行长 介立健是三月的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 拆抢运动一周年抗议活动的组织者。 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在一岁军来美国之前就在网上关注了他。 应该是在国安法那个时候, 刚刚这个生效之前吧, 我们就一直有这个网络互动就认识了, 对。 你在这个中国民主党举办, 在洛杉矶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 在现场他参与了这样的活动是吧? 对的。 你就见到了他本人? 是是是, 我们的活动很多活动的场面上都会看到这个香港的一同学, 不管是往上还是这个往下现实活动, 很多的事情还都蛮积极的。 二一年的三月份左右,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有推特嘛, 网上不光给易同学, 给很多港人有没有经常有互动, 因为国安法后面要生效这个时间段的话, 其实港上的话, 民主一步一步在打压, 人全这种案件不断不断在发生, 所以说我们那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香港的一个境况, 那么易同学呢, 他也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吧, 包括这个网上啊, 包括我们所知的这种鲁包啊, 用一种这种网络的力量啊, 来对中共当局这个习近平这个党首表达一个不满, 表达一个对香港的一个这种迫害的一种抗议。 就易岁君所说的香港警察, 曾于2022年2月10号, 把他从香港家中带到警察局盘问, 协助调查一项涉嫌煽动罪的案子,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4月1号发电邮给香港警务处求证, 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通过电邮回复说, 警方采取任何行动, 均会按实际情况依法处理。 香港特区政府曾发表新闻公告, 表示反对有关香港国安法的错误言论, 称一些错误言论刻意点滴香港国安法, 为香港带来的正面效果。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告还强调, 香港国安法保障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包括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 这次自由亚洲电台15分钟的网络不易节目时间就要到了, 网络不易节目关注中国网络自由, 重点介绍遭到中国网络封杀的网络内容和事件。 好的,感谢易岁君和大家分享他的经历。 更多的内容欢迎在下一次节目中继续收听。 主持人小安在这儿和大家说再见, 下次节目再会。